我会好好照顾盛景初的 陈亮 这些天我会好好照顾盛景初的 又有比赛 他要出国 一个国外的男女混合赛 齐院领导跟我打电话商量 问我能不能以男棋手的 身份出战 本来人选是姚科 十番棋之后呢 她的状态一直不好 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也不参加比赛 齐院的任务不好直接拒绝 男女混伤 哪什么还有女棋手 该不会是贺雨吧 你不是不吃醋吗 我反悔了 我又想吃了 孤男寡女 一国他乡 最容易自生感情了 再说了 我都没跟你一起出过国呢 我知道 椰林树雨 水清沙白的马尔大夫还没去呢 至于你棋手 贺雨刚回国 应该轮不到她 这还差不多 我以为你会来找我 找你干吗呀 看来你还不知道 和盛景初一起去国外参加混双赛的就是我呀 还真是你呀 这是齐院指派的比赛 通常是不能拒绝的 除非是极特殊情况 比如生病或者突发变故 所以 我希望你不要从中作梗 不要让她装病 更不要替她撒谎 我说你这人长得挺好看的 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什么从中作梗 装病撒谎 词用得挺溜啊 我只是喜欢有话直说 巧了 我也是 盛景初既然已经决定去比赛 我就绝不会让她食言拖她的后腿 不就出国比个赛吗 我有什么好阻挠她的呀 你的性格挺直爽大方 看来 还是有一点点优点呢 我谢谢你哦 不过 这不足以让你配得上盛景初 你完全可以找一个 跟自己同等水平 也同样讨人喜欢的人 但盛景初 应该属于我 我说你都给我气乐了 我上次让盛景初去采访你 那就是公司给我的任务 你不会以为我真把她 让给你了吧 美女 我问问你 你见过她几次 说过几句话呀 怎么就觉得她属于你了呢 我和盛景初在现实生活中 没见过几次 但在这儿 已经交流过无数次了 观其而知人 我看过她所有的比赛 无数的棋局 我清楚地知道 我和她 是可以完美契合的灵魂伴侣 你研究过她的棋 她又没研究过你的棋 你们俩哪门子交流啊 我就知道你不理解 我没必要理解啊 敢不敢赌一个 赌什么 就赌我和盛景初 在比赛前与比赛中 完全不交流 但照样能配合默契 如果比赛赢了 就证明 我才是盛景初 真正匹配伴侣 到时候 她一定会清楚这一点 选择我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 愿赌服输 体面离开就好 我发现盛景初 有一点给你特别像 怎么对感情都这么幼稚啊 我凭什么给你赌啊 如果我输了 我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绝不来找你们 这不是很公平吗 为什么不能赌 赌博有风险 入局虚解释 你这是不自信了吗 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了呀 我是来夏展书的 夏展书 我看你就是明抢 光天化日之下 想打劫 孙玉怎么想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阻拦她去 参加比赛 而且我一定会鼓励她去 我的熊猫我了解 你根本就没机会 看来你是要跟她一起去了 谁去谁小狗再见 你就放心地去比赛吧 等你回来 您好 盛先生 司机师傅 盛先生 把行李拿下来 我自己打车走 盛先生 齐院领导有指示了 所有行程要统一管理 您可千万别难为我了 上车吧 盛景初 请把行李拿下来 你快上去吧 加油比赛 我等你回来 去吧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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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吗 不喝 我给你带来这个 飞机上用 不用 你也不敢看我 敢 那为什么不敢 不想看 我对别人也是这样 你例外 我对别人不这样 那我也是你的例外 好 开心啊 熊猫 你吃饭了吗 没有 刚到房间 还没收拾东西呢 你刚到那儿 肠胃什么的可能都会不适应 吃东西不要太杂啊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就想好好看看你 了了 想我了吗 我 我不想你 那我只能 你只能什么 单方面地表示想你了 我去看一下门 嗯 怎么是你 怕你吃不惯这些东西 这么点到中餐 一起吃饭 用不着 不想看见你 这个贺宇 看着还挺高冷的 怎么跟张丽莎 一个套路啊 还老跑人家房间吃饭 我拒绝他好吧 干得漂亮 陈亮 这些天我会好好照顾盛景初的 不过你不用谢我 因为他用客机是我的 霍玉 我虽然说是不会下棋 但是 盲目自信 不是你们棋手的大忌吗 盲目自信与羞辱成竹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啊 贺宇 明天见 我们都可以 了了 别生气啊 我不生气 我有熊猫 他没有 我去开一下门啊 你好安快递 好的谢谢 吃什么 你有个快递 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你帮我拆开汉碗 好 明天姚科师弟要请大家吃饭 说是要纪念他来九州半年 可惜你不在 那 你得帮我把我做做吃饭 稍等 这边负责人叫我了 我要出去一下 好 那你快去吧 记得你也要好好吃饭 不过不许吃贺宇送过来 当然 拜拜 拜拜